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长生村村民朱克明 在2021年 黄河石林山地百公里越野赛事件救援中 因联究6名参赛选手 成为媒体关注对象 5月22日 受突变极端天气影响 局地出现冰雹冻雨 大风灾害性天气 气温骤降 参赛人员出现身体不适 时温等情况 近日 中心社记者见到了朱克明 谈及救人他说 当时正在山上放羊 他也遭遇极端天气影响 衣服潮湿 并来到摇洞避雨 不久听到洞外有人呼救 听到一个声音 他好像喊了一个什么 跑出来一看 从这个地方就过来一个队员 我看他走的速度非常慢 我说 朋友你还能行吗 他说我的腿出镜了 我非常冷呀 那你先到摇洞 屁屁雨 暖和暖和吧 然后他就跟我进了摇洞 然后我把他的两个腿按摩了一会儿 然后把那个被子 用被子把它裹上 让它取暖 朱克明说 救人的摇洞 属废弃摇洞 地处赛事 CP2到CP3必经之处 平时为方便在山上放羊 他用以临时休息 因此会存放被褥 衣服和干粮 正因为这一习惯救了那些参赛队员 有过来两个女的 一个女的 她看见 她之前看见是我一个人 她好像有怀疑 她从这个地方跑过去了 就过来一个 她一看 我说你进来 屁屁员 里面还有人 她就进来 进来以后把那个 就叫过来了 当时动的发抖 红声发抖 里面有这个 床单 被褥之类的 我让他们都 互相抱着 去取暖 在陆续营救 五名参赛队员后 朱克明为他们 生火 取暖 烘干衣服 而在与参赛队员交流时 他得知附近有人 躺在地上 不能动弹的消息 决定走出窑洞 找寻幸存者 当时就没想那么多 那个队员说 后面还有 还有十几个 十几个 躺在地上的人 我 因为他们是 他们已经不行了 我现在还能动吗 我必须去 做自己能做的 能力之内的事情 在距离摇动不远处 朱克明发现 身体处于 室温状态的 参赛队员张小涛 朱克明清晰记得 他怎么服都服不起来 只能背上他 向摇动前进 那个山梁的背面 那个披风的地方 把它隔井以后 我说你现在这个地方 带我 然后跑着过来 到这个摇里面 拿了一件皮衣 这个地方 那个运动员 衣服已烤干了 他还是情况不太好 我说当时也没办法 我说 我说 咱们一块去 把他给弄过来吧 他又没有推气 我们两个把那个运动员 从那个地方 用到这个地上 这个摇洞 六名参赛选手 在摇洞躲避风雨 近六个小时 最后成功获救 张小涛在网络上发布了 被牧羊人朱克明救助的过程 并承诺 会带着家人感谢他的再生之恩 对此 朱克明表示 不需要别人如何报答 我觉得我没有做什么 就是用自己的善良意识 去帮助别人 就是这么个 不需要别人帮 怎么去报答 看到他们这些队员成功救援 我就心里存在着 欠幸和安慰 但是我遗憾的就是 自己没有太大的能力 去进去下面更多的队员 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我最大的遗憾